第四百二十五集 实在不行 他只能请师父断雷人出手 他还有四枚太古虚实丹 师父断雷人曾经说过 太古虚实丹对他极其重要 甚至可以让他实质化 一旦实质 便能为他在现实生活中出手 看着枪芒越来越近 夜晨不再多想 刚想沟通断雷人 余光却是在轮回墓地 注意到一枚古朴的银针 这是当初在清玄峰石碑前 领悟林清玄一道的时候得到的 这银针凝聚着那道灵神之气 林清玄告诉过他 此针将是他最重要的 保命手段之一 虽然没有细说 但是夜晨能够感觉到 银针的不凡 下一秒 他两指之间便出现了这根银针 银针一出 苍穹之上大片大片的乌云涌动 遮天蔽日仿佛末日来临 就连剑血尘头颅的雷云 也是感觉到了不对劲 骤然消失 剑血尘心中突然生出一种不好的预感 天生异象难道有变 他看向不远处的那个青年 发现对方没有动用任何武器 反而手里握着一根银针 小子 莫非你还想用银针 对抗我的血灵雷枪 找死 我不妨告诉你 我的血灵雷枪 可是千年前一位大能 耗尽心血炼制而成 任何力量都别妄图破掉 关键我和此枪已经滴血认主 唯有我可以掌控 百年以来 血灵雷枪至少沾染着近千人的命 而你便是其中最微小的存在 死 一声咆哮 枪芒之光骤然加速 向着叶辰的胸口刺去 任何人都无法阻挡 而此刻的叶辰 看着枪芒越来越近 不再犹豫 虽然没有用过 但是林清玄如此肯定 绝对不弱 银针 今日就让我看看你的威力 叶辰引动了两指的银针 刹那间光芒四射 覆盖开来 搜的一声 银针挣脱了叶辰的手臂 飞了出去 俨然就是向着血灵雷枪而去 杀意突然生腾 天地之力尽为所用 无边的能量凝聚起来 小小银针居然当场扩大 转眼之间更是化为赤红的百丈长枪 一阵阵脆响声传来 甚至让所有人恍惚之间 发现这百丈长枪要破开面前的一切 赤红的百丈长枪直接和血灵雷枪撞击在了一起 原本强势的血灵雷枪在这一刻反而变得无比的渺小 巨响之后 剑血尘的血灵雷枪直接化为了粉末 以击之力都无法阻挡 这远远没有结束 一股狂暴的气浪突然涌动 耀眼的火光闪烁 大地剧烈颤抖 百丈长枪又再次向着剑血尘而去 一旦落下 那便是直接化为血雾啊 剩下的血蒙强者完全被吓住了 谁能想到这一击居然如此恐怖啊 关键这还是一根银针形成的 剑血尘笑容僵硬 他浑身冰冷 仿佛被死亡锁定 这是什么力量 这不是武道 这是消失的一道术法 林清玄 上古时代的林清玄 曾经爆发过这一击 剑血尘目光突然死死的射向叶辰 惶恐的声音响起 也是天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你还会一道术法 为什么 眼看那百丈长枪就要落下 剑血尘没有考虑的机会了 他如果想要活着 必须阻挡下来 不再多想 他连忙逼出一滴精血 同时手指快速的掐绝 一扇古朴的红色大门骤然而立 挡在他的身前 鸿门古朴上面刻着无数的范纹 这便是血蒙的核心之物 每一个血蒙之人 脖子上的纹身也是如此 这也是剑血尘最大的手段 他现在没有选择了 鸿门一出苍穹震荡 大门壁上仿佛在剑血尘周身 形成了一道红色屏障 一股屋上的威压蔓延 而百丈长枪没有丝毫停留 天地之势尽在百丈长枪之内 天地之力尽为自己所用 一道变幻万物寂静 仿佛横跨了历史长河的无伤岁月 将天地刺为两半 一半为生一半为死 那宛如末日的大片乌云也被破开 以似光芒笼罩而来 天地震动山河寂静 那鸿门根本无法阻挡 直接碎裂 唯一能做的便是将百丈长枪的力量 降到最低 这一刻 仿佛两颗星球的相撞 荡漾出无尽的火光 气浪爆裂 以夜尘和剑血尘为中心 方圆数百米的大地 仿佛都被颠覆了过来 曾几何时 辉煌的血蒙电雨当场夷为平地 尘埃飞扬 碎石四剑 百丈长枪触碰到了剑血尘 直接洞穿 剑血尘吐出了一口鲜血 身子好像被钉子一样 钉在废墟之中 不死也废 他想要说话 但是每说一句话的代价 便是不断地吐出鲜血 一旁的夜尘诧异 他根本想不到 那银针竟然有如此力量 这也太恐怖了吧 他刚想跨出一步 便是感受到全身酸痛质感袭来 不光如此 丹田的灵气也是彻底消失 强大的反噬之意 让他也是吐出了一口鲜血 更是险些倒下 他发现银针固然强大 但是效果根本不是现在的他所能承受的 夜尘连忙取出一些草药和丹药 咀嚼服下 依然没有用 无奈之下 他只能强忍疼痛 一步一步地向着剑血尘而去 剑血尘的身躯太过狼狈 固然重伤 脸庞依旧猙獰 夜是天 我不管你是什么来历 你杀了我 毁了血蒙 只会让那昆仑须的无数势力 更加想要杀你 你的存在天地不容 昆仑须更不容 昆仑须千万年建立的规矩 都被你破坏了 你背后的势力和宗门 你身边的所有人都会出事 这不是威严耸听 夜尘没有理会 笑了笑手握破扬剑 纵然全身难受 剑血尘也必须死 此时此刻的夜尘 仿佛便是一柄出鞘的杀剑 剑光闪烁 剑气四溢 单单一个眼神 似乎能够摧毁世间的一切 他看了一眼周围的尸体 笑了笑 剑血尘 你不是想知道我长什么样吗 既然如此 我今日就给你一个机会 夜尘的左手抓在了面具之上 面具直接被摘下 露出了一张英俊的脸庞 一秒 两秒 三秒 气氛彻底凝固了 剑血尘眼睛就差瞪出来了 夜使天居然就是华夏的夜尘 他终于明白 夜使天为什么要救夜天正这个废人 本是父子 为什么不救 他其实一开始就怀疑过 种种迹象表明 两人处处的细节太巧了 但是他将夜尘的实力和夜使天一对比 却又显得根本不可能 突然 一道冰冷的长剑 稳稳地落在了剑血尘的脖子上 正是夜尘 我给过你机会 但是你不珍惜 你们血蒙千不该万不该 就是动我的父母 今日我便斩掉你的头颅 剑血尘眸子一缩 他能感觉到这一剑 已经渗入他的皮肤 如果再靠近将必死无疑 夜尘 你如果愿意放过我 你我之间保证井水不犯河水 还有 我已经通知了 其余宗门的人前来 你若想离开这里 没有我 根本不可能 你今日碾压血蒙 你能保证下一次 百宗对你出手 你有资格活着 剑血尘刚想继续说话 便是听见阵阵脚步声突然出现 不出意外 便是附近的一个宗门 人数不多 只有五十位强者 但是现在的夜尘身体几乎崩溃 他根本没有一战的权力 那五十人看到血蒙和剑血尘 如此狼狈和惨不忍睹 倒吸了一口凉气 剑血尘能够感觉出夜尘的虚弱 银针的力量估计是夜尘最强的力量 以夜尘现在的状态 无法承受任何人的负荷 这便是最大的机会 那刚来的宗主看着触目惊心的一幕 惊呼道 这怎么会这样 剑血尘想清楚一切 脸盲怒吼道 方宗主 快 杀了这小畜生 快呀 他现在没有反抗的力量 那刚来的方宗主 和身后的强者瞬间反应过来 刚想动手 身后无数脚步声又响起 剑血尘心中狂喜之急 又有百宗追杀令的宗门来了 今天 不管是夜尘还是夜尘天 都是插翅难飞 剑血尘不顾身上的伤势吐出鲜血 却又同时阴森森的笑道 我现在该叫你夜尘天还是夜尘呢 现在的你可经历绝望 用我重伤的代价 哪怕修为尽尸 换你们父子的命 最终胜的还是我 接下去 会有越来越多的宗门包围这里 你没有机会了 只能陨落于此 哈哈哈哈 雨落摆到身影冲了进来 手持长剑杀鸡凛然 气势滔天 包围了所有人 剑血尘和方宗主看到这么多的强者 微微一正 什么宗门效率如此之高 突然剑血尘看到了为首的那位老者 居然是万剑宗 可是万剑宗离这里有些距离呀 怎么会这么快赶到 他也没有多想 吞下一口血水认真道 灵宗主 你和你们万剑宗有心了 居然这么快赶来 有你们助力 这夜市天必死无疑 方宗主 灵宗主 辞责生殿 赶快朱杀这小畜生 我尽量 好 我尽量 我尽量